这品的内容主要都是什么呀 能很直观就能看见他有外遇啊 就老婆老婆的交流 而且是三个朋友 那个人说 屁龙不是我的 你发现人家有什么要求 你发现我都知道 光我知道发现的去向 都很精神 没有发现的 就我必须跟我说要离婚 就假如说是我跟他吃饭 那就有事了 大家都不是傻子 对于他这种金牌撒谎的人 我已经很不想这种变化 丁先生是起诉妻子徐女士 要和徐女士离婚 而且希望孩子抚养权归自己 丁先生之所以起诉 妻子徐女士离婚 是因为他发现了妻子出轨 当法官据调查的时候却发现 他们两人仿佛是在赌气 对 主要原因是因为什么 就是对方魂魂出轨 那时候有证据 有证据 有证据 但是证据拍了之后 被他偷门给我删了 然后现在回复的一些证据 就是照片上不是很清楚 那能不能是因为误解什么 不是 不是啊 你现在如果我们能够 好好地坐下来谈一谈 就是我跟你出户了解一下 你们俩很有和好的课 给你好好做的工作 对 那你这个跟孩子私下聊过没有 可是 妈妈如果要就不在一起 孩子就不在一起 她是想跟我带 她跟我还要带 那这样吧 然后你先把这个存票钱 对于丁先生所说 是因为妻子出轨 才导致自己起诉离婚 法官还要做进一步的调查 随后法官去了徐女士上班的地方 因为今天徐女士上班不方便来法院 徐女士对于自己出轨是否认的 认为这是丈夫对她的误解 这里边对于她说的 她主张的那个事实 让你们有什么 没有什么误解 这不是有误解啊 这不是给你事实 这来就不是事实啊 小孩知不知道你们 这个双方这种感情状态啊 知道啊 这不是要跟妈妈的 马上现在她奶奶就是天天再给她洗脑 你跟你妈妈在一起了 你妈妈就回山东了 你就再也看不着你爸爸了 说那些没有用的 如果要是下午咱们开庭的话 你们双方对孩子的归随抚养啊 最后如果达不成一致 咱们还得问一下这个孩子 尊重一下孩子的真实意愿 那我直接我才领去办 那领就好 别人去了 是吧 你这两天先别紧动 征求孩子意见的话 完了在哪儿征服咱们再定 最大的限度就减少对孩子的影响 是不是 那行 完了咱们1点10分 到底是什么 完了这个船票什么都带好 不完蛋 那我先过去了 没关系 另外一方面就算是弃诉离婚 她也想要孩子的抚养权 而且孩子也明确的给她说了 想跟着妈妈生活 法官也希望了解孩子的真实想法 在去见孩子之前 法官决定给小孩带一点东西 另外一方面 也不能让小孩来参加庭审 毕竟这是父母离婚 对小孩子的心理为非常有伤害 拿一个什么饼盘之类的 这边 在庭审的现场 丁先生就指责徐女士已经出轨 而且自己还留下了证据 只是这个证据被徐女士给删除了 这个事就是3月7号到8号左右我发现 视频的内容主要都是什么呀 能很直观就能看吗 她有外遇啊 就老婆老婆叫了 而且是三个不同的男人 嗯 对于丁先生要起诉自己离婚了 徐女士也没有挽留 自己也同意离婚 但是对孩子的抚养权 她希望孩子跟着自己生活 但是丁先生就希望孩子抚养权归自己 双方现在都在争夺孩子抚养权 她诉讼离婚我同意 但是她说孩子由她抚养我 我不同意 那她这种生活状态 包括生活作风 还有她的性格 我认为孩子跟她 我的生活作风怎么样了 发生这个事情 她们马上分成功 我说她们跟她们 妈妈在外面 也不想做出来的 你哪能跟孩子说 你妈妈怎么怎么的 那不能说 对孩子那个内心有多大的影响 有可能对未来某些事情 这个认知 都可能会产生影响 你得考虑这个问题 不如 不如考虑自己怎么出气了 是吧 是攻击对方 把我说出去了 我就开心了 我解脱了 对于丁先生当着孩子 免说妻子不是 执行法官也进行了批评 这些是大人之间的事情 不能只面对小孩子讲 会对小孩一些观念 和心理产生冲击 而许女士这边表示 丈夫经常爱喝酒 喝完酒之后 就脾气暴躁爱打人 不光是打自己 还打过孩子 原来不光丁先生 在外面喝酒 这许女士也经常 在外面喝酒 这两人孩子都这么大 还在外面喝酒 那这孩子到底有谁来管 许同丁先生 是否属实 不属实 法官也想了解 双方的矛盾点在哪里 看是否有和解的可能性 双方在法庭上面 态度都非常坚决 都表示要离婚 看来没有一点和解可能 通过你们俩 刚才这个对话 我觉得你们俩都有谋 你这俩人都在外面喝酒 那你说是家属管呢 你现在这样就不行了 你现在这样 你天天你总出去喝酒 他要喝呀 他是不是也喝呀 为什么他想喝 我不想喝呢 孩子这么小 你还总在外面喝酒 没有孩子的 或者说孩子已经很大 不需要那个 不当作业照顾的 能跟那样比吗 不适当 你说对不对 酒精的错误你算法也不理智 成年人呢 咱们做父母呢 还是得够多的给孩子考虑 这都打工都挺不容易的 是你为了什么呀 所以问现在 你还是得从这个 孩子的利益最大化 从这儿来考虑的问题 不能单考虑自己怎么吃喝玩乐 对不对 咱们得考虑让自己的角色 可以吗 可以吗 可以的 再请问一下 还有很好的可能性 在这次宣判之前 法官也想去见一下孩子 要征求一下孩子内心真实想法 必须丁先生和徐女士孩子已满八岁了 也有自己的一些想法 现在能跟小孩联系上吗 孩子在什么地方方便 我去也行 因为这个场合肯定不能让他进屋了 但是你小孩在这等着 他心里头再有什么压力 他给他买了点零食 我还得给你妈打完的话吧 你说房间要去 你妈肯定有样才是给孩子洗脑 你接着孩子了吗 你让他15分钟下楼就行 好 下楼 回去换完鱼 我马上就过去 孩子也说出了自己内心的想法 他其实还是想跟妈妈生活 爸爸喝酒的事 他也是心里非常清楚 这个给他吧 因为中午说你要领孩子去 我怕 上午办公室倒了 我怕他寂寞 快拿着吧 快拿着 我们都没有小孩 来吧 爸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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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爸爸妈妈现在有点矛盾 他刚刚一过去帮他 好好调解调解 作为他们最心爱的女儿 也可以劝劝他们吗 劝不了 劝不了了 嗯 那他俩谁劝不了 爸爸 爸爸哪个更大呀 住妈妈也有喝酒的时候 嗯 这几天他晚上不早回 不早回来 爸爸平时喝酒大妈妈吗 不想打呀 喝完酒了不想打呀 爸爸妈妈要是说 他俩又不想在一起了 你同意吗 嗯 行 你不在一起你也同意 行不行都行 但你内心最真实的想法 你就要跟谁 想跟妈妈呀 嗯 法官发现孩子虽然小 但是内心什么事都知道 对于父母要离婚 他心里也是一清二楚 也知道这意味着什么 法官也对双方都批评 毕竟孩子都这么大了 就不要在外面经常喝酒不回家 你这个孩子特别好 真的 真的 你们俩应该珍惜 就是你现在你们俩要突然 就是说这个婚姻破裂了 对他肯定是有很大影响 那都不用想 你们还有什么多大的仇恨呢 现在咱们脱离法庭 那个环境人我敢说的 我也感觉你心眼挺小的 那同事处于活动去了 或者说有异性处去吃点饭 你就能报警 你不是违法犯罪 像你们说的跟男同事处去 喝点酒就报警 像我处去都没法干 是不是 我认为我认为 我认为你有心眼小的地方 但你也得反思自己 得知道咱们自己的决策是啥 咱们是母亲 现在孩子小 正是需要你关爱的时候 你像什么吃吃喝喝的 你有很多礼物 法官也希望唤起两人对孩子的感情 看两人是否还能继续在一起 执行法官也是感觉到 徐女士内心是不想离婚的 只是双方现在都在气头上 双方能够心平气和再冷静几天 什么 我回来一个都要比一个都要 嗯 你干吗老婆 你说 但你们是得这么干吗 到的隔不早好了吗 嗯 回家今天回家该干啥干啥 你内离婚 你一天不离 那就是你的家 知不知道 你信我话 但人家别出去喝酒 啊 那谁定了 你来我还得跟你说两句 他内心他突然也离 你知道 都哭了刚才 我看的心也怪不得劲 嗯 鼓速也是发让我起不去 你看看 你这不都是在气头上吗 他也说了 因为你妈妈回来之后吧 他跟你说不上话 造成矛盾越来越深 我说到最后才能看他好好聊聊 跟他好好聊聊 嗯 我以下说 我愿意为你俩就是不合心做这个工作 我理解你 因为吧 就是说有的人可能心死了 他就不整天 如果要能和好 那当然是最好 我们最愿意看到就是这个结构 啊 你弄的那个大好的时光 和国外吵架当中度过 是不是 啊 这个行为 别那么太男性 别那么粗暴 好好聊 谢谢你们啊 在二天以后 法官也是约见了丁先生和徐女士 在宣判之前 法官想做最后一次调解 看双方是否的态度有所转变 可没想到 双方的态度还是还非常坚决 还是决定离婚 这有两天了 说 怎么样了 就是我们自己也很好 我非常好努力 看那天你们俩 看好像有和好的可能 这是什么又不行了 这两天他又把他那些就是 哎呀 可能是加班啊 是到这班 他过家的时候 我基本上都睡觉了 也挺遗憾的 对你们俩这个抱有挺大的期望 你像别的案件 问一下 你不同意 或者简单 调一下不行 马上咱们 因为咱没有那个时间 回应家庭的案件 就得考虑多一些 尤其孩子这么小 都是本着应调尽调的原则 能挽回一个家庭 尽量给挽回一个家庭 好 但是你结婚自由 离婚自由 说王沙良好了 就要离了 咱也不能说非比不让人 是不是 那天咱们走访一下吧 我问了他好几遍 他就是说的 如果说父母不在一起了 他希望跟妈妈在一起 小孩还是和之前的想法一致 如果是父母离婚的话 他还是要想跟妈妈一起生活 既然双方都已经认定要离婚 法官也不再劝和了 涉及到离婚就会涉及到抚养费 现在孩子要跟着妈妈 那么丁先生这边就要给孩子抚养费 那你这个抚养费呢 不需要 他要是跟妈妈的话 那你得拿点抚养费上去 抚养费一月一千 一千行不行 就一千不仅可以了 现在咱们抚养费 就是说调解什么 好像也基本上没有低于一千 然后这个父母离婚吧 因为都是他的检户人 要保证他探视的权利 所以法律说准确点离婚 离婚婚 也不排除将来 他俩人要有理解的 和好了 要是有那个结果将来 我们要知道可能听到更高兴 没想到双方达成了和解 已经是决定离婚了 现在丁先生对于抚养费的问题 又要有自己的说法 丁先生认为 他和徐女士已经商定好了 无论孩子跟谁 都不会找对方要抚养费 现在突然要他付一千块钱抚养费 他不愿意 抚养费的话 我真的对他有意义 对谁有意义 因为之前我们两个受伤 他把孩子判给人 从一方就不要抚养费 我就不想给啊 他还没有能力来抚养孩子 为什么要抚养费 不是抚养 不是有这个意义 你先不要说话啊 孩子未成年 抚养孩子是 是法律规定 是作为奉的一个法律的义务 对 就是你双方就比如说归女抚养 你不跟他要抚养费 那是你放弃你的权利 他法律上 他是有支付抚养费的义务的 看来丁先生对于抚养费的问题 还在和徐女士赌气 这抚养费不是丁先生和徐女士商量好 不拿就可以不拿的 在法律上规定 丁先生是有义务给抚养费 现在我为啥 我说那天我那么跟你做工作 你俩人 你想你这么坚持要离婚 孩子归在抚养 这个抚养会怎么称的 就是你面临的一个 就是你 就是你要正常面对的一个问题 嗯 那天我说完 他还挺听话的 一回家 就是说在这儿上 然后你就喝一喝酒去了 你总是回避跟他沟通 能让我怀疑 你问你是 你是不是没有诚意 还是怎么回事 可是我需要 也怪可怜 从山东来千里堂堂 来两岂里 说姐夫也没花点钱 这么老远跟你来 二十岁才 你一无所有 就已经嫁给你 最后一无所有 就走了 还带着个孩子 哎呀 没有抚养费 一千块钱一千元 有定 每个职务抚养费 一千元 这种阿双方达成了一个和解协议 双方离婚以后 孩子归徐女士抚养 丁先生每个月要给一千块钱抚养费 在离婚以后 徐女士就带着孩子回了山东 而丁先生继续在基里生活 你要带孩子回山东 然后那个孩子附近你这么远 你做妈妈的 你也得付点责任 别出去喝酒去了 拜拜 拜拜 不辛苦 是开车来的 我们开车给他俩送去 我始终觉得他俩很有感情 一个家就这么散了 打费 不是 也许几书 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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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没 感谢观看